嗨,大家好,我是小鈺 玩過教學模式之後呢,我繼續來玩武士 那武士的方德劍聖 這個火焰大斬就是當劍聖出到最後一集 如果是上的重攻擊的話 他就會自動變火焰大斬 輕 中 中 是不是這樣子 欸,帶火焰的屬性的招呢 不能被防禦 除非他用回憶也剩掉 火焰小鈴鐺雖然強,但是呢 他很容易被中斷,輕砍就可以中斷 甚至撤回敵就會下降 然後武士還有什麼特色呢 還有跑起來推人 然後再接火焰斬 這是他很基本的一個連段 跑起來推人 還有一種刺探型的 攻擊,前攻擊 這個真的很好用 這很適合刺探 就在一對一對決的時候刺探很亮 喔 剛才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出了一個 白白的,那是什麼樣呢 就是當如果 劍聖的重攻擊是左段或右段來完結的話呢 會是變成一個白色的狀態 而是一個霸體的動作 好,武士有這招 他一定要,他武士有這招AOE的指 就是比較大 大範圍的,就是 重攻擊跟輕攻擊,輕攻擊重攻擊一起按 你只要回旋兩次斬 可以打大範圍,但是會損滿多氣的 但是如果你在面對多人的時候 或是要打小朋友,就是很方便的招 OK,可以非常機扯這樣子 二迴旋 二迴旋 雖然會耗大量的氣 但是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好對付 多放回角色 甚至拖住裡面的一個方式 武士的攻擊距離一場 然後反擊動作又多 不適合又崩放 喔,想要這樣子 成功的跪下來 拖到隊友來 這是一個戰術 建設有一個閃躲 閃躲的很展 攻擊距離長而快速 左右閃躲的時候呢 加上輕攻擊 像這樣 有沒有 跑起來 很讚,很好用 這是滿推薦的 所以 武士呢 雖然是血比較少 但是攻擊距離 中、長 這個非常好上手的角色 而且又有 這種範圍型的角色 然後人家會出去 還有霸體 三百攻 這就是霸體 很萬能,萬能型的角色 又破防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 目前的武士的試玩心得 謝謝大家 有空定下我的頻道 好 掰掰